2011年台湾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第二站高雄公开赛将在5月17号登场 再成包花高雄公开赛长春职业女子职业邀请赛赛成精彩可期 总讲经期百零二万元的2011台湾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第二站高雄公开赛 继长春职业女子职业邀请赛地点选在拥有50年历史 以难打出名的高雄高尔夫球场 高雄球场难度很高 就是没有风或者是一年四季都一样都是一样难打 球道变化多就算上了国领也不好推赶 而让草皮维护人员头痛的则是缺水问题 因为今年旱灾嘛缺水的问题很严重 但是我们还是客服都买水来交这个球道 大会会长陈天璞说高尔夫市盛世运动 基本上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孔子说啊金子的比赛好像去射箭一样 其实射箭也是你自己跟自己比赛 不是说你会去压制对方 那高尔夫球也是这样 因为曾亚尼的确是带动了我们华人世界的一个打高尔夫球的文化 可以拭目以待会越来越多的华人在世界的高呼舞台上发光发亮 2011年台湾PGA巡回赛并有11场比赛 今年是高雄球场成立50周年场庆 所以在加入台湾巡回赛 期待台湾选手能在家乡友好的表现 高雄公开赛战 新唐人亚的电视 李俊荣 林宏观头高雄报道